8月24号,在位于吉林长春的航天信息产业园,由常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吉林一号高分02系列三颗卫星正式出厂,而在四天前,吉林一号高分03系列九颗卫星也从这里出厂。 常光卫星是中国第一家商业摇杆卫星公司,2015年10月,该公司自主研制的中国第一颗商用高分辨率摇杆卫星吉林一号成功发射,拉开了中国商业航天的大幕。 这次出厂的吉林一号高分02系列卫星由高分02C、02D、02F三颗卫星组成,其中内蒙古一号卫星又叫高分02C星,是常光卫星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深度合作的卫星。 吉林一号高分02系列三颗卫星将以三件三星的方式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择期发射,四天前出厂的九颗卫星将在中国黄海海域以一件九星的方式择期发射。 初步预计,这12颗卫星有望在今年九月升空。 此前,常光卫星已发射16颗吉林一号卫星,吉林一号高分03系列卫星,高分02系列卫星发射成功后,将与载轨卫星组网,为林业、农业、草原、海洋、资源、环境等行业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摇杆数据和产品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